嗨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課本沒教的冒號系列 這系列我會跟各位聊一些以前的課本沒有選過 但我覺得選進去應該會蠻有趣的東西 在清朝滅亡之後 有一個叫做許可的文人 寫了一本叫做清拜類超的書 這本書是把他以前讀過的一些筆記啊 材料啊零零碎碎的東西匯整起來 寫成一本三百萬字的一套書 是研究清代文史非常重要的材料 其中他有很多條關於台灣的記載 而且很有趣的是 這些跟台灣的記載幾乎都跟戰爭有關 其中最炫的一條大概就是 張禮成與法人戰於台北這條的 這條寫的是1884年的清法戰爭 清朝跟法國在越南開戰 然後打著打著的法國北上攻擊淡水跟基隆 那在這場戰役當中呢 有一位叫做張禮成的平民參戰 創下了五朝一般的戰神事蹟 張禮成的本名叫張阿火 清拜類超裡面說他是內山人 聽起來可能是原住民或客家人 那他長得非常美 是戲班裡面的演員 那也因為常常演女角的關係 打扮起來艷光四射 看起來完全不像是勇猛的戰士 清法戰爭開打之後 清朝政府派了一名姓李的軍官 到台灣來招募民兵 張阿火主動參戰 那大概是因為長得很柔媚的緣故 所以這個軍官還笑他說 張阿火你哪裡懂什麼軍事啊 不要來亂了這樣 張阿火則非常霸氣的回答說 我是世代生長在這裡的人 我不想讓外國人統治我 這位軍官最後招募了上千名的名人 都是跟張阿火一樣從山裡來的 並且能列善槍 我其實有點懷疑這個描述 會不會是以原住民為模板去想像出來的 總之呢 軍官訓練之後覺得非常滿意哦 覺得這批人都很棒很可以用 他還把張阿火的名字改名叫張李承 意思就是 這是因為我李大仁的訓練 所以他才有這種成就的這樣 當時還笑人家不懂軍事 收割起來倒是蠻俐落的 當法軍攻打淡水時 張阿火就帶了500名弟兄 一同跟著清朝正規軍去防守砲台 他把這個隊伍分成兩隊 各250人 自己帶了一個小隊衝在前面 法軍乘著小船搶攤上岸的時候 張阿火的武雙時間就開啟了 張阿火這250名弟兄 他們通通赤身落體 劈頭散髮 嘴裡面還通通咬的檳榔 所以嘴角旁邊有像血一樣的唾沫 殺氣騰騰的等待法軍攻上來 一進入射程範圍 張阿火和他的部隊全體就躺下來了 沒有聽錯是躺下 他們把槍架在腳趾上面 然後在臉頰處瞄準 對著登陸的法軍全線射擊 這種躺著射的戰術 其實是一種很經典的打法 早在林爽門事件的時候 台中武將靈魂茶的槍隊 就是這樣射擊的 因為那時候的步槍比較老舊 槍身又長 所以你躺下來的時候 可以比較穩定射得比較準 而且可以減少破路面積 讓自己比較不會被射到 從這個描述中 我們可以發現 張阿火的部隊裝備真的很老舊 清法戰爭跟林爽門事件 相隔了100年 他還在用100年前的步槍 但因為法軍輕敵 沒有想到會遭太激烈的抵抗 所以張阿火這一陣亂槍 就有他們打的大亂 這時候第二隊預備隊的隊伍 就出來包圍了法軍 然後開始進行激烈的肉果戰 法軍戰死了上百人 試著想要撤退的時候 又遇到了退潮 小船卡在灘頭上面 狀況非常慘烈 戰役接近尾聲了 清白雷超接著記載了一個 非常戲劇性的細節 有一個很有錢的商人 可能想要發戰爭財的關係 所以買了跟清法戰爭相關的股票 大概也是因為太有錢了 生活很欠刺激 想要找點樂子 所以他竟然顧了一艘船 跟在法軍旁邊 他覺得法軍清軍打起來 應該是法國人一面倒很安全吧 結果好死不死 遇到戰役開無雙 法軍搶貪失敗 附上自己的船 也跟著因為退潮的關係 卡在灘岸上 於是他使出了 有錢人的第一百零一招大絕招 大家饒命 有多少錢我都給你 結果張阿火就用唱戲的腔調回他 我才不要仇人的錢了 他就把他幹掉了 看來我們張阿火同學從軍之魚 還沒忘了自己當演員的老本行 當然 清白類超並不完全是證實 光是看敗這個字就知道 他有很多材料應該都是未經證實的 不過就算是虛構出來的小說 能夠想到這麼浮誇的情節 也是蠻了不起的 值得注意的是 張里承與法人站於台北 這條記載 所呈現的台灣人的形象 是有很複雜的性別和族群背景的 張阿火疑似原住民或客家人的身份 或者他跟山裡的夥伴並肩作戰 裸體攪檳榔的畫面 都呈現了非常鮮明的台灣感 而張阿火以柔美的外貌 以細子的身份成為戰爭英雄 這更是非常有趣的翻轉 如果他不是用古文寫的 我幾乎會以為 這應該是哪個意有所指的 現代作家寫的吧 這幾乎可以拿來當作討論族群 性別或認同的教材了 好的 今天的課本沒教的冒號 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